目前我們這個確診案例 明白的講就是潛在的感染源 已經散佈到整個台北市各區 所以我相信這種情形 因為防不勝防 所以它慢慢會滲出去 所以將來整個台灣 我們一個心態就是說 隨時你要把旁邊有感染案例 都可能出現 你要有這種心態 所以為什麼我也認為 短期內三級管制大概沒辦法解決 因為一側既然這種潛在的感染源這麼多 只要一放鬆就會飄上去 不過我們來看看我們整個台北市的數據 因為我們在萬華這三個篩檢站 快篩站 它還是可以給我們一個大區域的樣本 讓我們知道它的變化 那昨天快篩的數量是609 那百分比看起來 感覺上好像有低一點 4.4% 不過我倒不認為說 這個是不是就一定改善 其實那個起起伏伏 因為有時候來的人 來篩檢的人多 來篩檢的人少 所以與其看這個百分比 還不如直接看 篩檢陽性的數目 那這張圖就看起來就清楚了 就是說 疫情一個程度是有被控制 但是它並沒有被撲滅 所以它還是在社區存在 而且這種現象 這個慢慢的從萬華 擴散到其他醫院 其他行政區 所以應該正確的講就是說 目前在台北市 這疫情有控制 但是沒有撲滅 所以大概在這個情形下 我們還是要 努力的維持這個三級管制 我們疫情相當緊急 那在這個三級管制之下 我們就是撐住而已 所以只要是國際有認真的疫苗 我剛才以前有講過 價錢不是太離譜 可以進來台灣就先進來 至少先把追破擋住 我相信這個日本會送台灣疫苗 應該這樣講 日本政府也不會做出違反日本國民意志的事情 所以今天台灣有困難 你知道 日本政府要做一個決策 一定是符合日本國民的期望 所以我想這個一定很多人都有去幫忙 其實 其實 這些像 我想這個就是 一個成功一定不會是只有一個人 應該就我們要感謝過去我們台灣人民 對日本在三一的幫忙 日本也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給我們幫忙 那這樣就 這就一個好的例子 所以 我相信大家有功勞的人很多 這是這樣 疫苗要怎麼發 這個就看 我相信中央還是很多這種 防疫的專家 在現階段 疫苗的分配恐怕要有一個思考 就是說 我們要處理防止疫情的擴散 有兩個方法 一個公衛的手段 一個是打疫苗 那所以應該說 判斷整個台灣目前 疫情的發展 怎麼讓疫苗變成 防堵那個疫情擴散的一個工具